再來我們請李鴻睿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李鴻睿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我的台灣之旅 去年組長媽媽帶我去台灣玩 我坐了一日一夜的飛機 我好像是唐山藏藥去洗天取經 因為路很長 剛去台灣時,我的中文不太流利 三個星期後,我的中文經過很多 雖然不是口落學能 卻也是三年兩語的意思 大家對我光顧相看 在台灣,我坐了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坐了好玩的地方 都是人山人海 例如,自來水博物館 流泳池內 有人比水海多 我看得兩眼發著 但是住在台灣的小表情 卻是空間斷 告訴我這麼正常 我也只好見怪不怪人 我還大爆口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 卻不是山正海味 卻也靈活的媽媽 而不是屬 這城市一個靈魂的安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進步很多